這邊主人 你主人 原谷本部的主人 從你任何年開始我們修復 他十年修復 以桃園老縣長的身份回娘家 潛行北市長朱立倫 細數往事 讓在地居民又驚又驚 我去打碗球 我跟鄉人調去拘捉 我們拘捉是管多人 國民黨最強母籍 集結團結士氣拉抬選情 人氣果真紅不讓 只是如今政壇間諜案風波 越演越烈 朱立倫也說重話 民進黨也不要急著要抹紅對手 我只要強調一句話 萬一這個是一個假的爆料 或者是假的間諜案的話 到時候我覺得那個對全民來講 又是對民主的一個傷害 痛批綠營抹紅意圖操縱選舉走向 如今藍營真的腹背受敵 因為內部還有不分區立委名單爭議解決不了 讓藍營民調再下滑 不分區的名單公布之後 我到各地服選 區域立委都說重創我們的選情 至少5到10%了 國民黨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 自己不斷的製造敵人 趕走朋友 公開喊話要不分區提名人勇敢站出來 提自己和黨辯護 不過努力解決黨內分歧的同時 綠營可沒打算停止攻勢 黑警打香港學生的葉玉蘭 跟贊成統一這個的叛將吳思懷 我們如果沒有去用 所謂的部分區的政黨票去抵制國民黨 用區域立委的票去抵制國民黨 那中共的代理人就一直在台灣滲透 抓緊機會綠營提出反滲透法 要立抗藍營的中共代理人法案 防堵紅色勢力 如今最快29日禁肅二讀 藍綠兩陣營的兩岸議事攻防站 從口水站升級到收法站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華語新聞陳明燕 陳妍 我們為一力挺桃園台南報導